医疗的讯息 台中市一名16岁的高中生 在校成绩亮眼 却因为脑人的糊臭 不但遭到同学排挤 也因此影响自信心 对人际关系感到困扰 经过医师的就诊之后 决定施以超音波震荡抽吸器治疗 去除腋下的大汗线和异味 手术后学生不但告别异味 也重拾自信心 学生在球场上挥洒汗水 尽情打球 不过一名高中生 却总在这样大热天感到困扰 原来是腋下的异味 不但让他遭到同学排挤 也因此影响了自信心 有异味嘛 就是人的那个正常反应嘛 可能又怕对方会尴尬嘛 可能就是稍微闪避一下这样 会远离 远离一点 然后等大家出去的时候 就比较有舒服 也舒服这样 不错 它是一种经过顶江线 暴露之后分泌 分泌久了 受细菌分解之后产生异味 这种异味特别刺鼻 然后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嗅觉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特别不好闻 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而受到牌制 学生因为困扰最后到医院求诊 医师决定以超音波震荡抽吸器治疗 将脂肪乳化后并抽吸 去除腋下大汗腺汗异味 相较于传统电动旋转刮刀手术 治愈率更好也不会复发 我们这种比较不会沾黏 它比旋转刮刀的好处就是 我们除了在皮肤下 皮下之外 部分的脂肪层也有一些 那个大汗腺存在 所以它可以溶解 这个真皮下 还有皮下组织的汗腺 那旋转刮刀大部分是 只在真皮层下去做切除 所以它效果会比旋转刮刀好 而且比较不会沾黏 医师表示多数人选择 用止汗剂避免异味 但若持续出汗就容易失去效用 目前医院已经失作 超过1000例的病患 而且不用住院 希望能够帮助患者摆脱困扰 重拾正常生活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